说当地时间1月23号凌晨 非洲西部国家布吉纳法索首都瓦家渡谷的主要军营传出激烈枪声 个别交火仍在持续 情况仍在观察 中国驻布吉纳法索大使馆紧急提醒 再步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如遇紧急情况 尽快同使馆取得联系 说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3号报道 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 近日泄露了约4吨冻土挡水墙冷冻液 泄露的冷冻液是用于冻结地基 起到制冷剂作用的氯化钙溶液 东电公司认为冻结管可能出现损伤 该公司将寻找损伤部位加以修补 东电公司称这种液体不是有害物质 对环境没有影响 冻土挡水墙本身功能没有受到影响 说开麦龙新闻部23号发布公报说 该国首都雅温德一家夜店 当天凌晨2点30分左右发生火灾并引发爆炸 造成至少16人死亡8人受重伤 当地警方表示 这是开麦龙近来伤亡最严重的夜店火灾事故 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开麦龙政府公报说 事故起因是有人在店内放烟花 造成天花板起火并引发爆炸 爆炸导致店内人员产生恐慌 并发生大规模挤压踩踏事件 说亚美尼亚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说 总统阿尔缪·萨尔基向当天宣布辞职 萨尔基向表示 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没有实际权利 根据亚美尼亚现行宪法 总理掌握国家行政权利 总统为国家元首成为礼仪性职务 萨尔基向呼吁进行宪法改革 以便下一任总统能够在更加平衡的环境中工作 说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1号下午 洛杉矶发生一起四车连环相撞事故 74岁的好莱坞演员施瓦辛格牵涉其中 据目击者说 车瓦发生时 施瓦辛格驾驶的越野车曾经连续翻转 场面如同电影特技 洛杉矶警方表示 除一名女车主因为头部擦伤被送往医院之外 其他人并未受伤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但警方已经排除施瓦辛格酒驾或独驾的可能性